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 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救济排名 卡戒苗居于守卫 8号有受害家座 睡觉不够确实 卫福部下午召开会议延商 决议修订卡戒苗接种 禁告家长书 加强严重卡戒苗 副作用的卫教 卫福部次长林宗言说 这个我们新增的 这个卡戒苗接种 告家长书里面 会把比较严重的 这些骨髓人 还有这个软部组织的这些肿块 它引起的发生率 它的症状 注意的事项都放在里面 一般这个高家长书都是一面 那这一次呢 是特别把它写得非常详细 所以有两面 我们家长要在前面 林宗言表示 国内卡戒苗不良反应多 主要是因为加强监测 国内的发生率 并没有超过世卫组织的统计 而且个案大多属于轻症 他认为 接种卡戒苗仍具必要性 可以避免幼童发生致死率高 也容易留下终身残疾 病变的结合性脑末炎 研究显示 没有接种卡戒苗的幼童 罹患风险是接种者的47倍 而打疫苗之后即使患病 临床表现大多是轻微 可以治疗甚至是完全恢复 另外在疫苗受害救济的部分 过去卫生单位 主要是给予救济金之后 转设服单位 现在卫证 设证主管单位整合 卫服部下午会议中 也确立设置整合型关怀措施 为了如果确认疫苗 导致身心障碍 或者严重疾病的个案 会请地方政府评估 依照个案需求 转介医疗心理 设证以及教育资源 给予更全面的照顾 记者洪巧兰特别报导